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民族 族群中的人们不仅仅在海里可以行走自如 并且在上岸后还会晕落地 大家都见过吗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这个民族就是位于马来西亚境内的巴瑶族 直到现在他们也是唯一一个海上民族 据了解当地的人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 不管是习惯还是生活习性都不曾改变 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海中生活 并且为了在海中待的时间可以更长 在刚刚学会了走路的时候就要将耳膜刺破 因此巴瑶人在海中的势力还有体力都很好 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海水中的压力还有福利 要是长时间在陆地上的话还会感到头晕 甚至是站不都站不稳 而当地的政府在看到了巴瑶族的人后 觉得他们应该迁徙到陆地上生活 小伙伴们觉得这样的巴瑶族应该改变自己吗 欢迎留言评论 视频素材发源于网络 喜欢我 关注我 爱你摸摸